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一台手机呢 探称全宇宙拥有最高峰值的自拍镜头 呃 虽然有点夸张 不过呢 这一台手机在自拍方面的话 杰哥拍修向你保证 这个相机前镜头真的是可以耶 Compare with 那么多台手机 我测试过 这一台的峰值的确很不错 没错 今天我们要带来的也就是 Vivo V21 OK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设计 Vivo V21这一次在机身方面看去好像是方形 不过握上去 完全没有尖角的触感 因为在旁边修饰的非常圆滑 握上去呢 感觉就好像一体式 除此之外 在材质方面采用磨砂玻璃铠甲 打磨而成 所以在手感方面非常好 滑而顺手 不油腻 不沾指纹 这样的触感我喜欢 And then 在镜头方面延续了家族设计 没错 因为 Vivo X50 X60 全部都是采用 Double Layer 的镜头 所以看去非常有层次 再来是四方形的瞳孔 每一代都是这样的造型 慢慢演变而成 Vivo 的独家设计啊 是不是也很有那种质感啊 我感觉是不错的啊 分别带来两种配色 首先就是夕阳换彩 梦幻般的炫彩 泥满在夕阳的落脚处 光是这配色就屠杀无数少女心 再来就是暗然昆夜 有如夜色降临前夕 暗然到黑的双重色彩 看去格外的高档有层次 深得商务难爱戴 它在前屏搭载6.44寸 最低型 刘海 直屏设计 边框越厚 下巴越高 屏战比方面还行 不过呢 大大提高了付出率 因为直屏的关系 边框还带给了厚嘛 所以侧握手机玩游戏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担心会有付出的问题啦 而且这一车还搭载了 Upperland 材质了 在色温色域更加艳丽 色彩还原更加丰富 而且还搭载了90赫兹高刷新率 在滑动画面的时候呢 就比如说 华音、Insta、脸书 你会感觉那个流畅度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还配备了Inscreen fingerprint 你感觉非常有科技感 so 现在我们测试的就是 VIVO B21的主镜头进行视频拍摄 这一次呢 我们测试飞光拍摄 真的是让我非常惊艳啊 无论是拍照或拍视频的话 它的逆光处理都非常好 没错 我们再测试多一次 so 后面就是西洋 然后呢 这台手机对焦到我的人像 然后你看整个视频的层次 到底如何 现在我们就是用 VIVO B21的自拍镜头 进行视频拍摄 在它的画质最高是支持 4K 30fps 60帧不支持哦 不过在夜晚拍摄 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呢 是没有什么灯光的 旁边有了一些落光 可是在画质方面还原的 都非常到位 细节还是抓得非常明了 再加上呢 这一次它是有支持 OIS Night Selfie 所以呢 在夜晚拍摄的话 是非常漂亮的 你要怎样拍它就怎样美 因为这一次呢 它是支持了 44MP自拍镜头 可以拍到如此的画质 也不足为奇啊 应该也是目前市场上 数一数二 前镜头搭载 非常高像素的手机啦 在它前镜头呢 视频拍摄 防抖方面OK 画质方面OK 感光方面也OK 灯光拿捏的都非常不错 诶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诶 这个相机可以 前镜头可以 然后在视频拍摄 无论是主镜头或自拍镜头 都有一定的稳定程度 因为它搭载了 OIS光学防抖 不过呢 只是在1080 30fps的情况下 才支持 如果你取到4K的话 就没有OIS的功能 这一次呢 在自拍镜头搭载了 是44MP自拍镜头 首先来个背光模式 后面就是夕阳 当对焦到人像 你看 它的人像会进一步提亮 背景呢 会划分出来 也会自动开启HDR模式 拍起来 增长效果 就是这样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拍照的效果呢 如果你有看过 S60的菜式演算法 我觉得有一点像 它人好像有一点点的光芒 这样子 整个人会发光的 再来自带广角效果 我整个视角看去 非常的广阔 非常的漂亮 如果是在主镜头的话呢 它的光线 压得更加的好 你看 Very smooth 非常的柔和 这一张呢 是开启了 人像模式拍摄 在后期呢 也可以更改 对焦的Object 可能说现在是对焦人像 那你要对焦背景 也没问题 对焦人像后 你要调它的虚化效果 不要它萌 你要它很萌 都可以 你可以在这里再度调整 放大细节 你看这个背光拍摄 漂亮吗 细节还原 到位吗 整张照片 细节看去 非常有张力 诶 这样的照片 我喜欢 那再来呢 来一个风景照 在风景照呢 通过它AI智能演算法 针对场景 自动点于最佳的优化效果 然后在夜间拍摄怎么样 如果是在暗光的情况下呢 它的 激光能力算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时候呢 在的地方 它光线是非常弱的 然后拍出来的细节呢 还算是可以的 不会出现那种 朦胧噪点的问题 even 是在夜晚自拍呢 都可以拍出各种细节啊 真的是非常强的 为什么 因为它搭载了两颗LED 分别是在 听筒左右边 当你开启的时候 可以拍出各种细节来 接下来就是游戏的体验 这一次是搭载了 联发科MediaTag天机800U 在和平机里面呢 可搭配一个流畅 四格极高增平 三格高画三格高增 在游戏里面 顺顺过 没有卡过 在微拖动画面呢 也没毛病 算是可以支持的 因为有些手机 如果是超出功率非常低的话 你会看到微拖动 会突然间 跨一大步 不来就是晃动幅度 特别大 而这一个呢 基本上算是 非常的流畅 四指操作也没断触的问题 如果是去到王者荣耀呢 在里面的配置 就可搭配 二格中正 三格超高画质 游戏画面 与眉毛病 玩起来非常顺畅 平均这里保持在 55到60fps左右 在操作方面的话 完全就是顺畅过 没卡过 再加上线路不错嘛 它的延迟率呢 平均保持在70ms 所以玩起来是非常流畅 完全没问题 而且呢 天机800U这一颗处理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啦 它的温度呢 特别的低哦 和平均跟王者荣耀呢 晚上差不多将近一小时 它的温度也只才36度左右 然后在续航能力表现的话呢 诶 我也觉得相当可以哦 因为这一次 贪称雨量级手机 它的电量也只搭载了 4000mAh电容量 偷偷看去 嗯 4000mAh应该续航能力不咋异 不过测试到来呢 平均玩上一场30分钟 只耗9个%左右 续航无间断呢 可以给你维持5小时 而且还配备了 33W闪充技术 0-100充电呢 不需1小时 整体游戏表现算是 不错 而且在安都督重跑分呢 也拿下37万分战绩 这样的战绩算是终会终局啦 毕竟终端机嘛 but then 配置了UFS2.2 读取速度高达1000MBps左右 目前V4V21 在大马只有一个配置 8GBRAP 128GB ROM 大马落地价为1399 这台手机假如说 您是一个非常爱直拍的朋友呢 日拍夜拍天天拍 买这台手机准没错 这台手机的确可以让你拍出各种细节 真的是逼真啊 so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先 我就是那个油画笨号 说的Mr.杰哥加入 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叮咚subscribe 一起点下去 这样你才可以天天准时收到我最新视频 就这样啦 Bye Bye